一个前不久发生在中国一大附属圣经医院的一场急诊抢救 好 这患者呢是沈阳60多岁的宋先生 他因心脏不舒服呢去医院就诊 就在他办理入院手续的时候突发心脏骤停 晕倒在了急诊大楼门外 而这一幕刚好被正在进行查房的宣传部主任庄宁给碰到了 他是立即拨通了这个急诊科副主任赵红宇的电话 一场急诊楼的生死时速随即上演 因为当时挺冷嘛 也顾不上替这个外衣快速跑到指定地点 跑的过程当中啊 我打电话联系了一下我们这个分车台的护士 载平板车 那么当我赶到现场的时候 发现这个患者倒地神志不清 颜面是轻子状态 从我这个多年的临床工作经验判断 这患者可能出现心脏骤停的 当时患者颈动脉已经没有波动 赵红宇立即为他实施心脏按压 此时平板车赶到 大家协力将患者抬到车上 然后我在车上 他们推着这个车紧急往后送到这个急诊抢救室 从急诊楼外到急诊室内 赵红宇的手始终没有离开患者的前胸 与此同时他还指挥医护人员准备抢救措施 赵红宇双手刚离开患者就立即接过护士准备好的气管插管 为患者建立气管插管和呼吸机辅助通气 同时给患者用药和除颤 他恢复短暂恢复自主心跳 但是瞬间维持不住 可能维持个四秒二十秒 他就变成视察那一会儿 实际上整个过程当中都是很清新动魄的 索性经过四十多分钟的抢救 患者终于恢复了自主心跳 并在当晚神志开始清醒 二十小时以后患者基本就明白了 那么然后七十二小时就患者完全清醒了 也脱离呼吟疾完全正常 那么现在的患者的什么情感啊 认知啊计算啊等等都是正常的 跟我们正常人是一样的 没有留下任何的神经性的病发症后遇症 现在感觉怎么样啊大爷 你好 嗓子还哑吗 不哑 那还难受吗 不难受 目前宋先生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 正在医院接受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 记者洪亮李晶亮报道 我们看着觉得特别紧张 要知道这个不是电影当中的情节 是真实就上演在我们身边的势力啊 但是呢这个情节呢 却比电影里边演的还真实还惊险 宋先生那是幸运的 他遇到了专业的急救团队 他遇到了不肯放弃的医护人员 这才转危为安啊 这才是不肯放弃的医护人员 这才是不肯放弃的医护人员